《论语》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,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、论理思想、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,享有半部论语至天下的美誉,其中许多理论至今仍被视为智礼。 大家好,今天我要讲的是《论语》子章篇第25章 《论语德邦家者》所谓立之思立,道之思行,随之思来,动之思合。其生也荣,其死也哀,如之何其可及也。 陈子勤对子贡说,你太谦功了,种你岂能比你更有才能呢? 子贡说,君子一句话可以表现出聪明,一句话也可以表现出不聪明,所以说话不可以不慎重。 我的老师没人赶得上,就好像青天无法通过阶梯登上去一样。 假如老师得到国家去治理的话,说要利于礼,百姓就宣于礼,引导百姓,百姓就跟着实行。 安抚百姓,百姓就会来归府,动员百姓,百姓就会协力同心。 他活着时荣耀,死了令人哀痛,别人怎么可能赶得上他呢? 此章也是子贡批评别人贬低孔子而抬高自己的问答路。 子贡忠心地静慕爱戴孔子,在为孔子所做的辩护中,将孔子比作上天,活着时充满荣光,死后令人怀念,别人是不可企及的。 话说,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,他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。 他给几位皇子选择的老师都是德高望重,学问渊博之人,如李刚、张玄素、魏征、王归等。 而且一再教导子女,一定要尊重老师。 有一次,有一次,李刚因患较急,行走不便。 当时皇宫内制度森严,官员不要说做教,就是出入也是成皇成孔的。 唐太宗知道后,竟特许李刚做教进宫讲学,并召令皇子迎接老师。 还有一次,唐太宗听到有人反映,黄四子李太对老师王归不尊敬。 他当着王归面,批评李太说, 以后你每次见到老师,如同见到我一样,应当尊敬,不得有半点放松。 从此,李太见到王归,总是好好恭迎,听课也认真了。 由于唐太宗家教很严,他的几位皇子对老师都很尊敬。 好,这一章就讲到这里,谢谢。